今天我們來學習畫熊貓 大熊貓 首先我們在彈幕 畫他的頭 下巴 身體 畫一隻鼻子在冷漠 畫他的眼睛 中間有一個小礦點 鼻子 耳朵在兩邊 半年一筆 壓下去 轉過來 然後給上加點水再加點墨 把他的前面的腿 把他的胳膊壓下去 慢一點 不用快 拿下去 一點一點的 有一點毛茸茸的效果 後腿 一隻熊貓畫 一隻熊貓畫好了 然後 然後 我們畫他的背上 我們可以再畫一隻小熊貓 一樣 大漠 畫一個眼頭 然後小熊貓 我們就不用畫他的下巴了 那龐龐呢 畫他的 對 眼睛一定要在 臉的下巴部分 不能畫到上面 下巴部分才會顯得更可愛一點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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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趴在娜娜的背上 後腿 比較舒適 中鋒髮頭 哪 啊 另外一個 兩個前 一個圓 兩個圓 一個圓 兩個圓 我們讓他顯得胖胖可愛 那個身體不用 把握 eth так 長長的 也是圓圓的 我們畫一圈 這樣 Roma 衝 耳朵 不要把頭顶骨在旁邊 一定是在這個圓的左上角和右上角 腿 一點一點壓下去 稍微倒一點 坐在這 腿用力看著 好一點 我們可以給它夾上嘴巴也可以不夾 嘴巴可以用彈幕 這個小熊貓我們也可以不夾它的嘴巴 它的爪子 可以不畫鎖進去的 不一定要它呢 腿上也有 不畫也可以 可以鎖進去的 畫竹子我們可以用顏色 用花青加彈簧 炒綠色 可以加織綠色 可以加織綠色 還是想像10点 接下來 是誰 可以加織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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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採紅色 可以加織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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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点上它的竹子的结 好,熊猫的一家三口我们就画好了 小朋友们,你们喜欢就一起来画熊猫吧